范冰冰逃税人间蒸发张子怡裸替爆料,藏在美国。 范冰冰近来卷入逃税风暴,旅传她被中国官方整肃,目前下落不明,她的男友李晨始终未出生,然而日前有网友和李晨的合照,还转达李晨的话,冰冰最近有点是儿,在内地上好。 希望粉丝不要担心,但女星邵小山却爆料,其实范冰冰仍在美国。 邵小山曾在电影《夜宴》中担任张子怡的裸替,和范冰冰情童子妹,但后来闹翻。 前她在微博爆料范冰冰在美国,我的消息来源应该属实。 但我不会公开来源,因为我要保护对方。 虽然她言之早早,但网友仍质疑爆料可信度,假消息,上次还在调查现在怎么可能在美国? 她已经被限制出境了,难不成是她的灵魂,可以理解你是为了挣钱蹭热度,不稳总是发了山。 但有网友上传称在8月24日晚上于地下停车场巧遇范冰冰的照片,照片中她穿着浅蓝色衬衫配黑色裙子,自称目击者表示她双手和时感激粉丝这些日子依然不离不弃,手上的钻戒更是闪闪发光, 但这穿着浅蓝色衬衫都与她二年前来台参加金马影展的打扮一模一样,很可能是旧赵。